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八点半 我到达尊义西火车站 这趟旅行我已经计划了很久 最终选择的是乘坐这趟从尊义西开出 是向重庆的5630次绿皮火车 现在人大多数旅行都是选择飞机 飞机对我来说感觉更像是点和点之间的移动 但是如果你乘绿皮车的话 就有种把点连成线的感觉 期间你旅行的那种厚度 就势必是更饱满的 看不太穷 出发时已是深冬 而这里的东是刺骨的寒冷 我并没有为应对寒冷做足够的准备 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 沈从文的编程 此趟我意在寻找停留在时间线上的古镇 目的地有三个 东西古镇 有着沈从文底下编程支撑的 洪安古镇与茶洞古镇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古镇就变得商业化 但这三个小镇或许是因为隐藏在深山中 或许是因为影迹不够响亮 反而得以保留原貌 而这趟静密的绿皮车 正在驶向那些被时间遗忘的小镇 对另一些老乘客来说 这辆列车实实在在地解决着 深山交通不便的问题 太极便宜的票价 连接起来各又一个贩卖货物的地点 老婆 你好 这个是怎么卖啊 两块五 两块五 这么便宜就一斤 对 里面有两块的 三块 再半生了呀 三块 以后四块 国子两块 国子两块 还专业过五斤 十四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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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们这一趟车上是多少钱呀 六元 六元 那这两框橙子能卖多少钱呀 十四块 我拿着给你 是吧 我不一定 列车员刘师傅告诉我 老婆每两三天会乘坐这趟车 去附近的镇子卖柑橘 再乘列车返回 一框七十公斤左右的柑橘 靠一个人走山路带出 卖的钱是全家的生计 卖橘子的老婆下车后 不才发现 他的脚是脖子 我上了火车之前 其实是怀着对绿皮火车的一种怀旧的那种情怀去的 就坐5630这个列车以后我才知道 菜农果农们将没有生意 同柏角的老婆一样 他们抓紧着过年前的这最后一天 但是幸好 艰难中总有希望 随着列车的前行 车厢里热闹起来 就我妈她自己种 她就是一个种植物 你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然后我俩现在是朋友了 然后我让我妈送一个给你 送一个给你 就是做纪念 每种的 然后回去加微信 你手机 好 去品尝一下 对 品尝一下 品尝一下 这好多猪 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在与人聊天的过程中 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不希望停 如果没有这个列车 我们不可能回来卖菜 因为你种了 没有路走的话 你下不出去 如果是靠你背背的话 这么远的路 你背几个小时 你都背不拢 所以我就说 有这个列车 我才有愿意回来 带小孩 因为我想着 5629 5630次列车 是目前行驶在川泥线上 唯一的一趟绿皮买车 人们常对绿皮车怀念 不只是因为 它越来越少 而是因为绿皮车 曾切实地帮助过人们 因此而让它变得 厚实而有温度 下午一点左右 列车开出贵州 进入重庆 还有两站 我就将到达 本次旅行的 第一个目的地 东西古镇 我喜欢文学 但上大学时 却未能如愿 读了商科 乘坐绿皮车 独自离开 熟悉的城市 有点豁出去的意思 但旅途刚刚开始 我便有所改观 因为我没有想到 卖菜妇女的孩子 城市留守儿童 种植户大姐 一人赚钱 是为供两个女儿 织系昂贵的艺术 而满脸笑容的列车员 刘师傅 是一名胃癌患者 小都没小 小了 终于小了 小了都好 生活其实并不缺少妥协 缺少的是面对 干脆车站到了 请大家下车了 拜拜 拜拜 东西古镇 重庆 这一座已有1300年历史的古镇 在这里等着我的 是我的学姐张雨和 刘二嫂豆花 非常的好吃 我们坐外面 好吃吗 好 这豆花啊 好闷啊 我们就要烧烤了 你看这个阳台 特别漂亮 这个石边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它那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管道 它水就留在这里 然后就通过那个管道往下走 用这条水区 村民会用这个水区 对 这座桥是受建于明太祖年纪的 叫做永乐桥 哇 你看 那还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对 明太祖年纪 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桥是东西古镇 最古老保存的最完好的一座桥 它们的飞机楼梯里面 去吧 我们可以的飞机 楼梯到那个台庭车了 看见它 当时做工略的时候说这个东西镇上有个特色的小学 是川系小学 第二天早上我就去看了一下 工略中提到的小学叫永乐小学 这座小学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近几年在校长的努力下 川系进校园 成为了这个学校的特色 很遗憾的是 我来得不巧 小学已经放假了 谈假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看样子 这趟怕是看不成的 老板 我还两块钱的账 两五块 哎 你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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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之我每天看到川系小学 与何姐帮着拨通了校长的电话 他是东西古镇的大学生村官 跟校长非常熟 校长告知 后天有一个川系进校园的演员选拔 就在镇上的万天宫举行 然后本来我第二天是打算 就是已经离开东西古镇了 但我想了一下还觉得 这个还是得多待一天 东西古镇的水码头 曾连接水路路路 十分繁华 万天宫便是最繁华时 川人在这里修建的四川会馆 校长时常让孩子们来这里体验 在戏台场戏的感觉 只要有机会 孩子们都会很正式地装扮上 好孩子们 今天我们选六位同学参加 重庆市的小梅花展演的比赛 听到没有 听到 最被看好的小胖子 音乐上场了 不太沙 请我唱一位好不好 再来别哈 请 请 慢步道 听说是 他就是我们从我们川剧彭�im学校的成立之初 就进了第一批学院 就是他这里边呢 就是算了严了严的了 但是马上变严了 这就可惜了 他基本上掌握了这个 从女生这一块的很多的动作 或者说技巧 上了中学以后 我们也担心这些孩子 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能不能继续学 真的 就学了这么多年 这个没有了 他自己也能受 也能受到这种 这种 也请来教孩子们穿戏的 是曾经的 齐江穿戏团的演员们 齐江穿戏团早已解散 很多老师已经二十多年 没有正儿八经登过舞台了 那今天的气氛着实不错 几位老师打算上台 学习啊 一步 好 一步步上来到二十多年 大舞生黄老师 已经五十一岁 不服输 说自己现在还能在舞台上翻根口 二二 抓 抽那个大舞 抓 楼 抽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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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缺乏包装的选拔 虽然没有那么专业 但这一切 却深深打动着我 天使斑花斑斑斑腰 烟花了暖 细心那头落油油啊 十二大富少 十二大富少 原型 编程是沈从文先生 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故事讲述了 与爷爷相依为命的 主人公翠翠 一段悲玩忧伤的爱情故事 老板 您好 看每个房间都有编程的书 沈从文的这部编程 他你是不是对这里特别了解 对啊 编程里面小说的主人公翠翠 就是我的姑奶奶 姑婆 什么 对啊 翠翠是个真实的人物 对啊 翠翠确实是个真实的人物 那个沈从文的这部编程 小说里面的所有的人名地名 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的 只不过小说吧 来源于现实 它高于现实一点 特别想把这个书里面 有涉及到地名都找探寻一下 可能现在有些地方已经不在了 翠翠的后人叫李雪芳 像沈从文笔下描写的翠翠一样 脸庞黑黑的 眼神灵动 健康朴实 我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很快与李姐成为了朋友 而这位新交的朋友 一见面就送给了我一份意外的惊喜 平时因为特别喜欢吃东西嘛 然后看沈从文小说的时候 我也会偷偷把那些菜名都记下来 但没想到菜已经做好了一桌 没想到都吃到了 那个沈从文里面有一个最后的 他每次都有一道菜 叫那个酸菜拌冷饭是吧 对 这个就是冷饭弄好了 然后方徐回来饿了的话 就拌着这个酸菜吃 看 味道什么不一样 特别好吃 一种紫菜包饭的感觉 这个一锅煮三省呢 这是名字呀 特别的有讲究 魏州的豆腐 湖南的鱼 对 我们重庆的这个酸菜 你尝一下 沈从文笔下的美食 并没有多么珍贵的食材 更多的是一些乡间野趣 很多美食都带着湘西独特的饮食风俗 他幸运的是 也正因为沈先生描写的都是他自小熟悉的美食 这些接地气的食物 一代一代的保留在老百姓的饭桌上 现在的人们才得以口福品尝 明天我将体验期待已久的编程 来到编程 最想体验的 当然是小说中出镜率最高的 拉拉肚 这就是拉拉肚 拉拉肚 是一个老人在宰渡 那我们现在就上了的就是拉拉肚了 小说里面有一个原型地吗 拉拉肚 采荡感觉很好 过去以后 然后就是茶洞 四叔 今天你做什么 拉拉肚是湘西一种独特的过渡方式 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在小说编程中 翠翠和爷爷的职业 便是拉这种渡船 编程中关于拉拉肚 是这样描述的 渡船头树了一只小小竹竿 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 西岸两端 水巢牵了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 把铁环挂在废缆上 船上人就迎手攀缘那条缆锁 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 如今的拉拉肚 依旧不用滑桨 不用撑膏 只是把猎绳 换成了更为牢固的钢锁 如果让你来拉一天的话 你的手都抬不起来的 你找我来个圆里就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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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地方的人都要来体验一下 这个拉拉肚 洪安古镇的地理位置很特殊 位于重庆 湖南 惠州 三省交界之处 而茶洞古镇与洪安古镇 竟有一江之隔 下来 以后这里 你看的那个地界就是茶洞了 茶洞 湖南了 湖南了 湖南山 万万没想到 旅行的第三个目的地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到达了 真的是年轻的 现在的我 已经从重庆来到了湖南 现实中的编程不仅指洪安古镇 也指对岸的茶洞 而茶洞则集中了大部分小说中描写的景色 与建筑原型 羡慕这所碾房 担心自己准备的嫁妆 渡船 抵不上人家 但是顺顺的小儿子罗宋 心念脆脆 他宁肯要那艘渡船 也不愿要这座水年房 1984年 林子峰导演 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电影编程 部分拍摄在茶洞完成 但遗憾的是 当年的取景地已不复存在 这个和电影里还是葡萄一样 那这个白塔是后来建的 和小说里的有一点不一样 是吧 这个应该是零几年才建的 编程与白塔的意象 是连接在一起的 在编程的结尾部分 一个雷雨之夜 爷爷去世 白塔倒塌 在不大的茶洞 人们为怀念翠翠 还修建了一个小小的翠翠岛 以前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柔软石的一个地方 好 来英文里拍发 然后当时还有个 比较玄机的地方 就是翠翠 它那个雕塑的朝向 就是它是一直在等着 挪颂 一直等到孤独老死 挪颂都没有回来 觉得还是有点失望 基本上是已经找不到 当时编程的感觉了 但是他们修建那些 现代的后来不见的这些 其实又让人失望 然后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心比较安吧 就总比你去了编程以后 却什么都找不到 一点线索都没有 更来得没那么残忍一点 返回洪安谷镇时 正赶上渡船的船夫交班 这位70多岁的老人是李雪芳的父亲 老人有些害羞 据李雪芳说 父亲的父亲 曾把这艘船 卖给了对面的浦南 老人不甘 晚年时终于把船重新买回来 此后便一直守着一条渡船 为往来的乘客 突然间我们摆了 编程言行 说的不仅仅是景色与事物 更重要的是打动了 沈从文的那些朴实自然的人们 我们高中老师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去哪个地方 你就要去那个地方的菜市场 我们可能比较去哪儿玩 就是去网红的商店 买个东西吃 拍个照 然后发个朋友圈 这就算旅容 但其实这远远不是 就是除了朋友圈背后 还有很大的世界 需要挖掘 1931年 沈从文先生 此下编程 意在为人类爱子 做一度恰如习分的说明 80多年过去了 编程依旧隐藏在深山中 抚慰着来到这里的 每个人的心 在这个桃花园一般的地方 我结束了旅行 而此趟的收获 将追随着我未来的旅程 一直走下去